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 当天 中国双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最后一战的战场 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了纪念活动 黑龙江省东宁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一战东宁要塞战役的所在地 东宁要塞实践于1934年6月 使清华日军强征17万中国老公 为进攻和防御苏联而修筑的 正面宽110多公里 纵深50多公里 使清华日军在亚洲修筑的最大军事要塞 如今 这里的东宁要塞博物馆群遗址 是现存亚洲综合规模最大 最具典型意义的筑类地域之一 当天的活动上 中国外交部欧亚斯副司长吉树民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吴文格 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奥谢普科夫 在会议上致辞 来自俄罗斯二战的老战士 聂吉波·柳克 以及中国抗联老战士 江电源孙女江家童 分别讲述了76年前 艰苦战斗的情景 现场出席人员向抗联英雄园 与苏联红军烈石纪念碑献花 缅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抗联战士与苏联红军 寄托他们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与敬仰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 黑龙江省外办 俄罗斯驻哈尔滨中领馆 那么在这里搞这个纪念活动 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一个它是让我们能够牢记历史 那么76年前的今天 中苏两国军人浴血分战 共同的守卫世界的和平和正义 那么这段历史我们坚决不能忘记 前世不忘 后世之时 我们一定要把这段历史 这个世代的传承下去 那么让大家知道和平的来之不易 同时我们要珍惜和平 另外就是说也让全世界 所有就是说 我们要批判全世界所有 要这个篡改二战历史的那些人 那么呢要维护住二战的成果 当下呢这个和平的局面来之不易 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 那么我们呢现在呢 是黑龙江省是中俄的 是中国对俄合作的第一大省 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化 这个中国两国的 经贸人文的交流合作 那么我们要共同的 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那么巩固世代的 宗俄两国人民的友好 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抗联英雄园石碑前 在被兵器园包围的 罪恶碑园中的石碑 记录着日本法西斯侵华的铁证 提醒世人铭记历史 反对战争 珍爱和平 不让历史重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